在比赛过程当中 可能裁判员观察的角度要更多一些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A组的决赛 A组的决赛这组人数比较多 有7名选手参赛 因为在之前的半决赛有人被判禁 比坚荣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和乡涵一起搭档 表现得非常出色 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别利亚科瓦奥尔加 奥尔加也是俄罗斯在中场距离上面的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手 沈时希 韩国的15岁的天才少女 上一战包揽了1000和1500米的银牌 以及500米的铜牌 日本选手被判禁决赛的英锦为马 我倒是韩国的赵海力 同样现在韩国队的 应该说是一位领军人物 但是他现在的这种领军作用 更主要的是在团队的凝聚力精神力量上 从个人的成绩上来说呢 现在 他应该说像朴生智 包括沈时希 成绩都比他要好一些 两位日本选手 两位韩国选手 一位俄罗斯选手 一位中国选手 还有一位加拿大选手 是马里埃娃 从今年的这个比赛情况 我们看到在中长距离上现在选手开赛之后 起跑之后对于倒次的争夺呢 对于位置的争夺也显得日趋激烈 李建柔这个位置不错 滑在第三位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位置 既不会担心在前段的体能的消耗比较多 同时呢又不必陷入 末段这种可能最后无意义的一些缠斗上 现在李建柔在第三位 滑在前面的是奥尔加 俄罗斯选手在前面领滑 现在沈世新滑到了第三 李建柔在这个位置上要注意控制一下 要控制住不要让速度往下掉 这个时候呢他夹在赵海利和沈世新的中间 而前面两位选手 奥尔加和日本选手都已经开始 把速度争取带的要更快一些 还剩八圈了 这个时候选手的耐力开始起作用 速度要逐渐的往上升 在往上升的过程当中呢 就看选手这种耐力的储备 有氧是不是够 沈世新还是排在第三 目前沈世新是这个项目的世界排名第一 在前几战当中他让一千五金牌没有旁落过 现在赵海利也上来 李建柔甩在了第五位 这样呢李建柔一定要跟住韩国队的团队 现在沈世新往上抄 从外道强行超越 外道的加速能力非常好 利用这一团非常非常短暂的这种混乱 李建柔抄到第四名 现在向日本选手发去攻击 外道 外道加速 外道建柔再顶一下 内道这边赵海利也上来了 两个人在弯道处发生了一些这种对道次上的争夺 但是没有身体的接触 李建柔现在滑在第三位 再往上上 前面的二加 线路风的不错 还有一圈 好的 李建柔这次内道超越完成的非常漂亮 继续往上上 攻准之气 挡住后面的赵海利 看能不能冲一下 我建柔 今天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不管 这场比赛 他是否能够夺得金牌 但是整个的比赛过程 李建柔是有计划的 而且这种比赛的感觉对于实际的把握非常好 最后我们看到冲线的一刹那 其实建柔的速度再往上上 如果说终点线再往后挪半米 这个冠军就是李建柔的 但是在最后阶段 李建柔往上上的时候 沈世锡这个位置上 胳膊还是 还是有一定的阻挡 起到了一定的阻挡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在最后冲刺的阶段 沈世锡往内侧切得非常猛 赵海利在一瞬间 突然一下就跃升上了 尽管说可能很多的冰尼在之前已经知道了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但是可能大家并没有能够亲眼目睹 没有看到这场比赛的实况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还是打得惊心怒破 非常的激烈 而且李建柔展现出了他在一千五当中 这种很强的能力 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超强的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性 和他的一定的这种统治能力 我们看在最后冲刺的阶段 就差一点点啊 一个刀尖 现在大家还都在等待着 最后的裁判组的成绩的认定 一个是要看高速录像的回放 再有一个要看最后沈时期这下往内侧的挤压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弯道上被判罚的可能性比较大 进入直道之后 通常在争夺到次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这种挤压和对线路的争抢 一般裁判不太会